夏威夷鳳梨炒飯日式牛丼飯 今晚兩道異國飯點 你得仔細看 咱們是吳師傅聯手出品 經典菜譜學會成功之路走一半 我的手指頭就往裡面縮 刀子一進來之後 頂多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前後都一樣 就這樣 直接劈個起來 謝謝 那那邊煮一鍋水幹嘛 這邊是待會兒我們牛肉的話 我會先進來 你稍微串一下再放 因為你如果把它放進去 所以肉要穿喔 你要加一些逆紋的幹嘛 如果你花時間去煮它的時候 逆紋切的洋蔥 順紋切也會煮 對 這某個細節一般人應該不知道吧 邱永師傅當了大哥吐槽乘車 毫不留心似乎心態有點飄 學長們趕緊叫正回歸 言行舉止 不然改天換我成了 立得取而代之的目標 他想要有點堅果的油脂 他剛炒一炒 他就是把它打成這樣 他炒一炒之後 然後就會放高麗菜 他今天都做一些 逆小林鬧的事 剛剛鳳梨消了很久 原來是放過水果 好 所以 我們用心在這個地方 你這樣也會講風涼話 鼓勵 愛的鼓勵好不好 愛的鼓勵 好 原來是這樣 整個人都挑了 對啊 挑了 你看我們兩個現在畫很少 對 你玩不見我 你看 這樣就動手了 你看 看一手 看這樣就動手了 你好 賈巴尾 你要吃什麼 世界美食在家做 好 好 經典飯料理片 好 好 觀眾好 大家好 非常感謝各位 準時收看 型男大主廚 已經看到了這個 金童玉女出現了 對 伊智 還有大舅寶寶的伊智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宣傳一個舞台劇 是 舞台劇 時光的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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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阿爸 你咖啥 咖啥 咖啥就是媽媽是不是 對 所以就是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個舞台劇有包含了 國語跟日文 嫁到台灣來的日本人 台灣媳婦 他是來台灣嫁給他嗎還是 不是 我是他公公 在戲裡面他現在是台灣人 但是一心想成為日本人台灣人 然後他在戲裡面是日本媳婦 但是他一心想成為 融入台灣的家庭裡面 我飾演的就是台灣 當年有一個五大家族 就基隆岩家這個家族 兒子不想接手家裡的事業 甚至父子之間一些衝突 然後這個媳婦 那個逆子是誰演的 殷山正宴 他其實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日本人 也是一個日本人 出席大概60%是日文 真的啊 40%要講貴 所以我也要講一些日文 來 是滿多的對不對 來一句 來一句 你看聽聽看 你再介紹他嗎 我不知道 沒有 他在罵他 他要說什麼 你再介紹他 你比較敬重 心裡面我有一個跟媳婦講 就是叫我自己的兒子 要鄭重一點 其實還滿像的 其實還滿像的 就是罵兒子 像不像有三分 罵你我就覺得很舒服 沒有 沒有 肯定 什麼時候在哪裡演出 讓他知道一下 好 我們台北場在 9月 國家戲劇院 9月6、7、8號 9月6、7、8號 在台北國家戲劇院 國家劇院 然後11月5、6號 台中中山堂 中山堂 OK 然後12月7、8號 高雄衛舞營 7號、8號 18號 7號、8號 8號 高雄衛舞營 很棒 很棒 這一次很像 你聽他講台語更棒 台語我叫你兩個台詞 台語 我的台語不好 不然我會打廟台放棄 妳也打廟台放棄 厲害 好厲害 不錯 很好 我戲裡面也講台語 是這個台詞嗎 是裡面 對 我很棒 她努力要融入成為 我們顏家的媳婦 她很努力 妳有沒有演過舞台詞 這是在演的 三刷了 好精采的戲 三刷了這一次 三刷 時光的首香 香 我的阿爸和卡達 卡達 這是我們的導演 李剛監製 對 李剛導演監製的 特別監製 好好來看看這座好戲 在北中南的三個地方 三個城市 跟大家一起來 共同呈現一個很特別 如史詩一般的好戲 是 加油 謝謝 加油 好了 今天我們要進行經典的飯料理 都喜歡吃飯嗎 喜歡 很喜歡 喜歡啊 經典的飯料理不知道有什麼 其實有日本人來 應該也有日本的飯吧 對 我跟馬尼哥 你過來 我過去 你過去 我們要抽酷問題是嗎 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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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石頭 好 賣出還輸 來 抽一張 抽這邊 這是我們的 對 好嗎 我們的 剪刀石頭 剪刀石頭 一二三 三排 三 女生紅 經典的飯料理 什麼題目 好 下位 你看 好 牛丼飯 好吃 好吃 好 我們準備 客救各位 好 下位 一炒飯 跟牛丼 牛丼飯 這兩個其實牛丼的話 比較簡單一點 只要你一開始的比例抓好的話 對 會太花你什麼時間 牛丼啊 牛丼 你的醬汁醬汁嗎 想要問一下比例是多少嗎 比例是多少 比例 你們師傅會告訴你們 那你的比例是 你猜 每個人的牛丼 其實味道都不太一樣 確實 那總共 沒事 不要磕鳳梨 不要緊張 盡量不要玩刀子 好不好 十分鐘 這樣子可以用這個 可以求救一次 可以求救一次 計時開始 沒有 先開始 開始 要我做 淳哥 你們是一人做一道 對 他讓他做牛丼 牛丼 你有牛丼應該很常做吧 對啊 應該 其實是 滿常做的家常料理 所以你的比例是 不是全部都要丟 你可以試 你要有自己的比例 你就照他這樣子 好的 好的 對 他是日本人的 我們也不好擔心 他把製作單位 全部的裝好了 全部倒進去 也不能再講 我說得好 日本人做牛丼 就是日本人 就是日本的牛丼 就是日本的味道 但是你因為我來台灣 犧牲你 已經是台灣化了 所以不太清楚 日本的味道 所以你做的 比較有台灣的味道 他也忘記日本的味道 你上次 上次回去日本是什麼時候 上個月 真的近 滿近的 來這邊13年 我每個月都回去 好 好 麥克斯 不能再提示了 講得很自然 而且你超明顯的 你就只有教他 成就你都不理他 是啊 他這邊挖縫裡 而且你今天的頭髮是個愛心 有 真的 沒有可能在我的頭髮上 真的 什麼愛心 沒理由 麥當勞 麥當勞 自誤 看了就肚子餓了 對啊 我可以跟他說 他造成他喜歡的味道嗎 不用 都不用講 你要你就抽籤 麥克斯味道不太對對不對 我不知道耶 你就調理自己的味道就好 沒關係 我照你的喜歡 麥克斯 你照你喜歡 麥克斯不能講自己的做 對 你可以照你自己的做 他等於你會做 對 他不是日本人 對 他是看起來像 他 因為日本人 是重口味 就是怕大家吃 我們也很想吃 道地的日本人 對 讓你們的味道 的確滿重的 所以你在家裡有在做菜嗎 我是負責日本料理 然後老公負責台灣料理 對 日本料理在做什麼 就是馬鈴薯燉肉 馬鈴薯燉肉 馬鈴薯燉肉 其實滿熟燉肉 調味也滿像的 沒關係 我們就照你喜歡的方式 下去做 你也有做烤肉雞吧 烤肉雞太複雜了 對 炸的比較複雜 程哥你現在是在挖 對啊 他在殺鳳梨 你在殺鳳梨還在吃鳳梨 很有豐富 切水果盤 程哥他鳳梨粽要留下來 對 要用鳳梨粽 對 有規定要用鳳梨粽嗎 有 有規定喔 沒有 沒有 我們只是想說 有一顆這麼漂亮的鳳梨 它要把它小是 要小一點 小心喔 這邊會燙 要小心 對 瞧一點聲而已 的確日本人 好像吃的味道稍微重一些 正重好不好 碗拉麵 還是要放 可是我覺得 凍飯這個地方 這樣子也反而要稍微重一些 不然會味道太女的 對 而且你說日本人味道重 其實日本料理味道不重 反而是外來的 好比說拉麵 它味道重 拉麵是從大陸傳過去 所以日本本身在吃 像刺身麵那些 或是它檸檬都其實沒有那麼 味道那麼重 但是現在回去 日本吃媽媽做的那個味噌 當著它很鹹 很鹹 很鹹 味噌比較重 對 日本的炒飯有會加鳳梨的嗎 程哥你的鳳梨粽好像 有點裂 對 為什麼會裂掉 鼓勵 因為現在鳳梨熟得很好嘛 所以皮薄肉多 要不要用牙籤把它穿一下 那是鳳梨 把它當成菠蘿蜜也是 菠萊斯是不是 手放完之後 最後它是放過水果 菠蘿蜜也沒有想到 不要去嗆 好 看看對面 OK 油 油在這裡 這邊準備了三個鍋子 然後都沒有開火 油已經開火了 還沒有動 就是這邊還沒有 把高湯手做起來 對,EGO是準備做牛丼 對,我做了丼飯 你可能在家有在做菜嗎 肉 有,但是大概就是比較簡單 炒青菜之類 做牛排 感覺有牛排 有醃過是不是 牛排其實很簡單 牛丼有醃過 對 沒有,它是用蛋白稍微的 抓一下 抓到它的味道 特別 你要先煎熟嗎 你要不要先 好吧 好 謝謝 趙琦,我那個 小胖是不是 對 不是 我可以講話嗎 通常就是 這個醬料會放在這邊 是,對 對,因為這個小鍋 那個去炒肉這樣子 還是要救一下 要不要救一下 你現在做法 比較像韓式的做法 還是你把肉撈出來 這就是我的台式 他就是他 我現在要救一下 你要求救嗎 我國產在這邊 有求救嗎 有 要求救嗎 你想救嗎 好 有需要的嗎 求救我那個牌子呢 沒有,現在沒有牌子 走開 一、二、三、四 你講就好 你要這個 好,來,我來 一陣哥,我們火可以先關掉 不用,我不要關 就六個就好 不用 先把肉 滿好,他好 全圓回 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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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秒,計時開始 我們肉先把它 用那個玻璃碗吧 玻璃碗,把它盛起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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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就好了 這個火怎麼關掉 沒關係 現在我要幹嘛 小棒豬不焦了 來 我們就先把它撈起來之後 厲害 楊中師先把它下去炒一下 厲害 怎麼不講話 他怎麼強硬還是我們強硬 來 我們炒一下 厲害 你不用講 我們講 你厲害 厲害 趕快 趕快 對,炒一下 厲害 還有30秒 趕快焦 快 現在我們的時候 他們把它加下去 對 它都全部都加下去了 厲害 超級 超級 好像雞球屋 超級 好好的 厲害 對 對 水給它加一下 好 先潮水 對,下一點水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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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大家調鹽跟糖 下去調味就好了 鹽 鹽跟糖 五 四 厲害 三 二 一 厲害 厲害 不對 太氣了 沒有,太粗 稍微現在什麼樣的心情 有點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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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那個很好吃 等一下吃味道 那個洋蔥也要把它煮軟 對 就放著就好 OK 然後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 記得後面的順序就好 時間剩下六分鐘 我們來看對面 你不用炸的,用炒的 對 厲害 厲害 這邊也用炒的 不用炸的 鳳姐,你這邊要就一下 怎麼在這邊還有奶油炒 厲害 厲害 那是對面的 不是十五魚 我是小魚 你是小魚 小魚 小魚 你要把 那個腰果炒到飯裡面去 對 會不會太油 厲害 不會 你又有咖哩油 咖哩油 只有咖哩粉而已 它想要有點堅果的油脂 搞不好炒一炒 它就是把它打成醬 它炒一炒之後 然後就會放高麗菜裡面 今天都做一些 讓人意想不到的事 剛剛鳳梨消了很久 原來是放過水果 搞不好 我們用心在這個地方 你這樣很會講風涼話 鼓勵 愛的鼓勵,好不好 愛的鼓勵 好看 原來是這樣 好看 整個人都飄了 對啊 飄了 你看我們兩個現在畫了一掃 沒有 沒有 王不見王 你看 你看 他以前會見你動手的 以前完全不會 我本來是要站在旁邊 我你不敢站在旁邊 都你調節站 時間上五分鐘 有沒有 你要小心 現在看學生會幫得你們 只要小心一點 對 因為炒飯就不用擔心了 只是說你看你今天的調味 跟你家的料會怎麼搭配 對啊 有蒜頭嗎 好吃 沒有 沒有蒜頭 好吃 沒有蒜頭 沒有蒜頭 還是你要 你要我們可以幫你準備 我們讓它變得好吃 夏威夷有吃蒜頭嗎 應該有 應該有 他不是夏威夷的菜 夏威夷要不要求救了 再一下下好了 他有沒有感覺 有在想要請你求救 不然不要過去你只要來不及 對啊 你有需要求救嗎 你感覺需要求救 你需要求救嗎 你要做這樣嗎 沒有 問你 你如果要求救的話 他會做蒜頭菜 他會做蒜頭菜 來 是誰教你做這樣 用這樣做牛肉 他嗎 是他 你自己呢 你怎麼做 我覺得你用你的方式 對 照你一點點 對 日本的味道 這個醬變台灣的 有吃味道 好 沒關係 照你的 好 這個 對 成哥你切鳳梨可是鍋子要顧 不然打飯會燒焦 那個 壓果很容易焦 還是你求救叫Max來切鳳梨 你這個滴兩滴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他有遵照 他有滴到那個 右下有 他講了我就滴兩滴 Eason也是沒有 我看一下 成哥給你切好了 好 我們救一下好了 救一下 來 來 你選一個 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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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顧問 戴隔熱手套強就有什麼 戴隔熱手套 戴隔熱手套什麼意思 戴起來 米奇的 60秒計時開始 加油 這個 下去 這個還可以用 這個可以切嗎 這個棒 米奇的 沒關係 不要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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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切就直接丟了 是嗎 好 想切我們就切一下 來 還遮一下 這隔熱手套感覺滿好用的 這樣子 隔熱手套 這樣可以 可以 夠了 來喔 好厲害 你找個曬跟小叮噹一樣 小叮噹 小叮噹 我摸他膽子出來 我還到了 你還到了 好像笨蛋 要加一個蛋嗎 我們 看他敲打 來 蛋進來 可以快點唱歌嗎 可以 可以 陳哥 再幫我下一點油 下一點油 你剛剛叫的 群隊有加油嗎 實在太好笑了 再一點 真的 你倒咖哩油 咖哩油 不敢 已經拿多了 他沒辦法拿 大哥倒咖哩油 有咖哩油 大家 太多 5 8 7 6 來幫我等一下講 來 陳哥 待會兒調個味道 下米奶汁 下一點鹽米奶汁 直接煎到 OK 好啦 直接倒了 好香喔 好了 好囉 倒囉 下一點油跟米奶汁是不是 直接剩下兩分鐘 再直接鹽 香 好 倒不出來 沒有 這個橋段不錯 好 謝謝 好了 削肉吧 首先你難得洋蔥鮮這麼大片 對啊 不是我切的 怎麼會 不是你切的 但是你確定那麼大片要用嗎 蛋有分開 用咖哩去炒還是怎麼樣 我剛剛炒 然後剛剛那個咖哩有先炒過 然後把蛋倒進去 沒地方放 我就想放那 這樣啊 怎麼這麼大沒地方放 你應該需要它吧 鳳梨太多 沒有 我先把它撥進來 黃金炒在 對 鳳梨它也處理過了 有炒過了 我把它炒 稍微跟咖哩放在一起炒 咖哩的鳳梨有那個焦香焦香的感覺 就這樣 炒香… 我會比較大一點 炒香… 這腰果算是顏色深的 跟我出色差不多 那個就會苦了 你應該過焦了 我真的太焦了 牛肉不要太老 這樣差不多老了 醫生哥可以試一下味道看看 小胖哥不能加 小胖哥 好 你偷偷講一下 對啊 大哥現在叫你小胖哥 是對你有禮貌 沒有… 不是想說 我說小胖師傅 現在你大哥是好好跟你講 好 好 過兩天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你就是聽學長的 聽學長的就好了 好 學長我們都不好意思 對啊 他叫我學長 所以我們轉過來 以後就要大哥了 沒有…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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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承受得起 我現在頭好暈喔 最後再倒入嗎 OK 這個也有辦法 這先你的咖哩粉 分兩次下對不對 對 功能不太一樣 就是腰果跟咖哩粉 那你飯也有抓咖哩粉 飯 沒有 蛋黃 黃金炒飯 黃金炒飯 也是最後 最後 就是你整個在盛上去 盛上去之後 要起鍋 羊肉 放上去 最後放上去 剩下最後一分鐘了 對 撒住就好了 因為顏色好像要淡一點 對 真的嗎 加上 可是你要看夠不夠油 你要思考一下 可能要放點醬油 好呢 但是你還有肉鬆 好的 還有輕鬆 還是你的咖哩粉要再補一點呢 等一下好不好 今天剩下最後的30秒 來看對面 好嘞 好漂亮 好漂亮 這顏色好看 你的顧問都拍手了 真的 你飯裡面沒有放肉鬆下去炒 我肉鬆鋪上面 應該一半下去一半鋪上面吧 你飯怎麼會有肉鬆味 對 過來了 對 倒數10秒 你這個要嚇他 你嚇到我 整個肚子都破掉了 你啥就在那邊開 他永遠就破 補老半天 3秒 2秒 1秒 時間到 好 我們先從吳師傅這邊示範 夏威夷炒飯 來 好 歡迎吳敏辰社會示範一下 夏威夷炒飯 來 介紹一下 來 一開始的部分呢 火腿我會先切 以這個飯的比例 差不多吃兩片就夠了對不對 兩片其實就很多 因為火腿本身也有鹹度在 盡量就跟米飯 比米飯大一點就好 大一倍 頂多大一倍就好 還好我縮小 這樣你在炒過程 才會跟米飯做結合 鳳梨部分你在家裡是用罐頭 也可以用 不過那個湯汁要把它擠一下 因為罐頭的鳳梨它比較甜 然後它的這個 中式料理面呢 我們都希望腰果的香氣再加一層 所以這邊你就用 不要太高的油溫慢慢去 讓它煸一下 然後也順便讓這個油 有一個堅果香 然後就用這個堅果油來炒飯 像剛才那個Max 他用那個熱的油去 沖那個咖哩粉這個做法 你覺得 這個做法其實我們會用在 可能就是 餡蝦粉絲堡 或這一類的 我們才會去沖它 所以你覺得這邊不會這樣用 這不會用 其實你多少的這個 你用下去拌炒就好 會比較平均 才會過油 好 這個煸過了 等一下就用這個油來炒飯 然後再來就是蛋的部分 只要到這個程度就好了 對 這樣感覺差異 因為它這樣 等一下它顏色會慢慢一直上來 對 還會再變色 對 因為它本身 腰果的油質很多 它會再一次往上拉 好 再來部分就是米飯 它這個今天為了我們炒飯 但是弄的這個飯特別乾 會比較乾一點 好 這邊我就會取兩顆的 蛋黃 兩顆蛋黃都放在這邊 兩顆蛋黃放在這邊 那因為會加咖哩去炒 所以其實等一下這個蛋白 再炒過了它變白色 它就多一個顏色出來 然後這邊會 你咖哩粉拌在裡面 對 就是讓它黏著性更好 那不要多 就一點點進來就好 從頭到尾 咖哩粉只會用一點點而已嗎 沒有 等一下這邊還會再炒 好 這邊 金鍋油 油去拌飯喔 一點點 為什麼 那這邊就更容易開了 那你炒的時候油少一點就好了 對啊 然後再來處理鳳梨這個 主要它這道菜 會在台式的料裡面會比較 大家想會點的原因就是 出來它的整個氛圍很好 就是你覺得說整體的部分 有用到半顆鳳梨 其實只會用到四分之一的量而已 什麼 對 就是你鳳梨太多也不行 好 這個再切的過程呢 我們的手指頭部分 你可以去對這個 你看今天的鳳梨是這樣子 那我的手指頭就往裡面縮 再縮 那留一些鳳梨皮的這個長度 所以我這個進來之後 刀子一進來之後 頂多就這樣子而已 有沒有 先抓它的深度 對 就抓它的深度 到這旁邊這邊 然後前後都一樣 你就這樣頂到 對不對 剛好手就弄了它的刀的深度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好像那個釣魚的浮標一樣有沒有 就拉那個 它就在那個高度 它就會浮起來 為什麼要切那裡 中間一刀 因為在這個鳳梨 鳳梨心的部分 在炒飯裡面 它纖維質比較大 就是比較粗糙 所以我們爸會會 口感不好 會把它拿掉比較多 那這邊斜角度也是進去 就轉過來 轉過來也是一樣 好 就轉過來 在旁邊這個斜角度進去 一刀 斜四十五度角 斜人不分明 斜個能量 這片就起來了 謝謝 有沒有 這邊就起來 它的整個的長度 你把它抓好 再抓深一點點 都切得很好耶 剛才貼 Sherman你是… 我都要大吃耶 好 這樣完之後呢 妳這樣再撥 就很難撥 會有湯勺 從這個地方進去 然後往旁邊跑 這地方也是往旁邊跑 就把它取出來 整顆青蛙齊來了 好 這就是一個棕 鳳梨棕 厲害 漂亮 這個多一點就把它拿掉 好 這邊 這樣無一點絕 對 鳳梨丁我們會再大一點點 那放多少呢 這樣就夠了 小碗 好 這是等一下炒飯要用的 你就用 直接用這個油來炒 所以這邊不需要洋蔥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放洋蔥 可是今天為了沒放的原因就是 它的濕潤度已經夠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放洋蔥進去 讓它 好濕 好 等一下蛋白先讓它成形 油溫還沒上來 沒有 我覺得要讓它成形 我把它拿出來 你這樣把它變成一個什麼呢 其實就是像蛋皮一樣 蛋皮 夏威夷炒飯一定得有咖哩嗎 其實有點帶南洋風 就會帶一點咖哩的那個風味 香氣 可是它帶的其實量真的不多 我很擔心你們兩邊 很擔心你們兩邊加的量太多 變成咖哩炒飯 我們那邊的大概 剛剛那一碗 那一碗 三分之二 崩潰了吧 你也差不多 那邊也差不多 那你炒出來之後吃起來會粉粉的 不確定啊 因為咖哩不會融 對 它會粉粉的 它會粉粉的 所以有時候師傅教你們就是用油去泡 就是不要讓它那麼粉 有時候你們這樣瓦 這樣瓦真的會太油 好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胃很油 他去爬山了 他去爬山了 所以火腿是這時候才下 從火腿也要在裡面是要煸香一下 會變黃金炒飯 對 我剛才整顆蛋 今天要學起來 對 一開始就把蛋黃 跟那個飯切合在一起 因為它那個 蛋黃的軟鈴脂 很吸油 也很吸水 有了蛋摸過 抹過的飯 特別容易炒得開 容易乾嘛 容易乾 容易乾 顆粒會噴出來 對 容易出來 乾爽 容易乾爽 好 再來就是青豆的 反正它會有個綠色的 不喜歡青豆的朋友 你也可以換成毛豆仁 都可以 好 這個一定要點一點點的這個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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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飯一定要有醬油 它的香氣才會不同 幾乎啦 炒菲裡炒飯也要有醬油 它說要一點啦 其他的好吃 咖哩粉 我其他的炒飯我會加更多 我也會加更多 好 像咖哩粉進來之後 因為它乾爽了 所以外面的油脂其實已經讓它 整個香氣就很足夠了 你就不需要在這邊加進來 它加進來 我會加奶油 後面這樣 會有一小塊奶油 其實增加它的化效果 我加一半 這樣蛋白進來 蛋白就是白色的 我現在把火關掉了 自己注意到配色 很有質感 好不好 蛋白不能先攪拌嗎 也可以 可是它在裡面就 這個就沒那麼漂亮 就爛爛爛爛 然後這樣子比較漂亮 好 再來就是 一樣有熱度 上來就是關火 這個進來 水分進來不要多 就是熱飯 熱飯 炒太久 炒久還會出水 然後肉鬆一點點進來 還是有鹹度晒 好吃 可能也是一點點 好棒 好棒 好 你在幹嘛 湯匙是不是 沒有 湯勺 來 倫娜 湯匙 湯勺 肉鬆一點 那個可以嗎 那可以 那個湯匙 有了 有了 抱歉 搶了你的工資 我抱歉 這個會比較好用 我跑太遠了 你跑去這邊 大陸發買對不對 你跑太慢了吧 好 就這樣進來 哇 所以這個蛋白真是一絕 配色上又更豐富 真的 來 再來就是 沙拉醬 好 腰果 要壓碎 對 看一下 因為你要跟米飯拌在一起 這個顏色會變深耶 好好玩喔 真的 來 周恩賢 這個顏色會變深耶 好 肉鬆 不想互動講 沒有關係 好棒 肉鬆 這個有 對 感覺要穿一個小旗子 真的 好 來 炒飯 夏威夷小飯 夏威夷小飯 好看好看 好看好看 接下來馬上再示範下一道 剛剛我們自己做了一遍這邊 牛洞 這就變成你口袋名單了 對 現在自己在家裡試做一下 完全跟我原本預期的做法 順序上不一樣 後來再我們準備示範一下 日式牛洞飯相互轉 來 一起來 烏冰淇 它的鮮下 鮮是清水啦 你是清水 你不是那個醬汁啊 清水… 因為先做柴魚湯啊 那我們直接那個 我在家裡也是這樣做 結果他剛才 那個這個山上下來的 他叫他 直接醬油味淋清酒 然後架式 我們剛剛也是叫做 以你家裡為主 已經上千萬了 應該要放手讓你自己做的 對 我們剛剛講說 一定比較厲害 你不是逆紋喔 對 我會 順紋跟逆紋都會有 順紋的話在底的時候 它不會散掉 好 收到 洋蔥它這麼多 剛才用哪裡去 你再看一下 然後這邊已經有柴魚湯了對不對 有三分之一 你小心火 它不用 它只要一滾就可以關掉了 它已經有顏色了 那它多煮一會兒會腥 不用那麼久 你煮的沒有用 醬油 三種醬油都要放喔 沒有不用那麼多 放個兩匙 一匙 你不用昆布或柴魚醬油嗎 不用 我會需要昆布醬油 因為我沒有昆布 我們的達西林也沒有昆布 這個大概0.5就好了 然後味醂一匙 酒一匙 2比1比1 剛剛直接全部都倒下去了 我們一開始 一點點一點點加到最後 我覺得那些差別其實會有差 可是沒有那麼大 一匙 我覺得啦 沒有加糖嗎 沒有加糖 所以我們味醂全下OK啊 然後洋蔥 洋蔥本身的甜味就會這樣 對 洋蔥原來是放到湯汁裡面去的 洋蔥是進來煮 因為你想嘛 如果說你今天是在外面吃牛丼 它怎麼可能一碗一碗煮 對 對不對 它其實到後來 它就是只要把牛肉放進去而已 那那邊煮一鍋水幹嘛 這邊是待會兒我們牛肉的話 我會先進來裡面 稍微串一下再放過來 因為你如果把它放進去 它會不會起那些泡泡 它就比較濁 對 這就是細節 所以肉要穿 對 不是,所以你洋蔥要用到這麼多 多一點 多一點的話它甜度會比較好 好 這邊是逆紋切的 逆紋切 逆紋比較容易出味 所以要兩種的切法 對 但因為這個洋蔥比較大 一般大概一顆洋蔥 它今天我們大概用 大概半顆多一點 你要加了一些逆紋的幹嘛 逆紋比較容易出味 出味 而且在煮的時候 如果你花時間去煮它的時候 逆紋切的洋蔥會化掉 碎紋切也會流下 會流下 對 才漂亮 厲害 這個小細 這個火鬼細節 真的 這火鬼細節一般人應該不知道吧 對切就好 對切就好了 對切蔥花兒 蔥花不用了 又不是那個雅雅肚 不用 不用嗎 但如果說你喜歡 我們可以做一個是 現在魚動很流行 就是用蔥油 上面是放蔥油 用零 我們也可以做那個 對 要嗎 要我就做 我不要 我不會這樣 有聽到嗎 他先切好 他剛才 問那個是什麼意思嗎 我想說 就閒著閒著 要不要 要不要 他剛問什麼意思 你相信 阿倫耶 這個已經滾得差不多了 這個大概還要滾多久 要稍微滾一下 這要稍微滾一下 好 你看得出順紋 逆紋的差別嗎 當然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 順紋就會長長的 你要用什麼 不容易畫 逆紋的就是短暖的 我們先炸紙 這個Pose不要的 把它撈起來 這樣湯色漂亮 對 它就不會黏 它就不會黏在那裡 這種細節 這又是要炒什麼 它要練蔥油 是嗎 對 因為現在日本也滿流行的 好 這個時候把鹽放進來 因為油不融鹽跟糖 先給它味道 要有水的不 水才可以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先稍微抓一抓 它鹽就會融 你如果是在油裡面 鹽跟糖是不會在油裡面融掉 對 收個千吧 這個吧 鹽是不會融於油裡面 對 所以像平常我們在做蔥油的話 一樣要先給它調味 沒有啦 因為我現在是要蔥 我不要油 蔥油是它的香氣 你那些油在上面的話是很香 但是它是沒有味道 蔥油本身是沒有味道 沒有鹹蛋的味道 所以蔥才有 但是那個蔥才會有味道 照這樣做的話簡單多了 比較簡單 你在家裡面 你就先煮一鍋這樣 你看它現在洋蔥都透明了 對 那你這一鍋你肉放進去 然後蒜一蒜還就好了 其實不用那麼複雜 因為醬油威靈清酒 一般人做可能朋友想要說 另外還要再加糖 對不對 你會覺得好像夠甜嗎 雖然味靈清酒已經夠好 夠香了 是加鹽嗎 加一點鹽 加一點鹽 你應該要給它試一下 是不是有日本味 他們家鄉味道 因為現在是只有洋蔥的甜 那多少味道 跟蔥魚片吧 RICO是東京的 福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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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應該是福岡 洋蔥的甜 就是洋蔥的甜 對 現在這邊有點油 你把它 這個香料有一點黃金傳奇去福岡 好久 第一次 對不對 我第一次進日本就是福岡 真的 我也是 一起去 歡迎來福岡 那你下次要去福岡 對 下次要吃 很好吃 這就是剛才那個要蒜肉的水 對 現在開始要蒜肉 差不多了 蒜肉之後擺進去不會太熟 牛丼沒有在吃半身熟的 都熟的啊 Sukiyaki吃半身熟 你去吃吉野家 他吃快速 但他沒有說要半身熟的 而且我們今天用的是牛小排 是好的肉 你要吃不好的肉就算了 通常的牛丼是選擇什麼部位啊 運氣好牛小排 不然就牛胸 對 沒有要看你去什麼店吃 對 有時候沒什麼油脂 他每一家店提供的 提供的牛丼飯的肉 我都不一定不為 對 他會反映在價錢上 對 自己煮就可以宣號一點 飯這麼少 感覺對啦 沒有 真的 不餓 還好 為什麼口水 為什麼 吃飽好睡覺喔 睡飽飽 睡飽飽 有沒有 現在這些雜質就在裡面了 把它沖掉 那你也沒有燙到它全熟 這個時候把它撈出來 是這樣子蒜肉 它的顏色 把它放進去 真的嗎 真的嗎 這樣才會捨不得那個湯 精華是吧 它叫精華的雜質 而且都是 不是 你還想救什麼肉 可是那個會有腥味 對 牛肉其實本身 因為日本料理 它不太醃肉的東西 對 對 中餐歡迎常來醃 但日本料理不太醃 日式燒肉沒醃嗎 燒肉是 沒有日式燒肉 燒肉是韓國 一陣哥他們用了蛋白去抓鹽一下 會 沒有再這樣 你說的燒肉是 焗肉是 日本的焗肉講來的 你要是在 對 你要是在日本說 我要吃日本式焗肉 沒有這個東西 你們剛剛是講中文嗎 你剛剛那個加那個什麼 日文 哪裡 你那個沾蛋白那個熟火鍋 鹽巴嗎 有 火鍋有肉 肉沾那個 果蛋精然後去蒜肉這樣 它肉質會嫩一點 我剛剛的洋蔥都沒有變這麼透 對 要這麼透才有甜味 而且你看 我剛剛放那麼多洋蔥 其實洋蔥還不算夠 那湯吃的話有人喜歡多 喜歡 多一點 對 對 所以也不建議就是有正常 多一點 全部好像會太濕 特別為你做的 好讚哦 月薑 我也很愛吃蔥牛 喜歡哦 月薑 很下飯耶 超下飯 拌麵也可以 這樣很香啊 好漂亮 漂亮 謝謝你 日式牛洞飯 漂亮 哇 做得很不一樣哦 好不好 來 現在兩個拌料理 到底誰經典 上桌 幹嘛 幹嘛 你沒講我還沒發現 對啊 那後來我就看一下鏡頭 他看我一拉開來 我看到祖先了 好 好 我們先吃 這個先吃 那個味道來吃 我們先吃這個 日式牛洞飯 哦 哦 嫩 嫩耶 謝謝 是不是會太 不會太大嗎 哦 好 好 哇 辛苦了 是不是 而且甜味好足哦 你加蔥是對的 好快樂 先喝你們的好了 看你那麼大口 都不敢伸出去對不對 對 被發現 對 為什麼啊 太重 太重了 現在沒搞清楚 兩種醬油 連鹽巴都下了 因為在煮的時候 它會越煮越鹹 我們的比較不行 還好 太熟了 牛肉 還算一下而已 我的這個丼飯 是給做工的人吃 來吃夏威夷炒飯 好 好 吳秉晨師傅的示範 謝謝 真漂亮顏色 好香哦 布尼味道一直在嘴巴裡面 它有肉鬆 嗯 人家腰果 脆口感 好吃 好吃 來 是我們的 煮鮮的鳳梨飯最後吃 冷掉了 對 很客氣 但好吃 好吃 冷掉很合理吧 好 其實它炒飯是怎樣的 來 冷煮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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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把煮鮮放旁邊 還有音樂 不要挖太鮮了 不然你冰馬流就出來 挖太鮮 挖太鮮 來 冷煮鮮 很好吃啊 兩道飯料理 綜合評比之後 獲勝的是 一 二 三 準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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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張靖雄師傅先來 各贏一道 這邊的鳳梨炒飯是比較好的 整個那邊炒得太乾 炒過頭了 所以飯都 整個都已經乾掉了 後來就評比下來就是說 以食物來講 這個的食物稍微大了一點 所以我把票放在這邊 吳秉鮮師傅 那丼飯來講 因為這邊是鹹度太高了 所以你沒辦法再第二口第三口 那至少這邊呢 的味道是對的 所以就分數往這邊跑 詹姆斯總結 一樣啦就是 丼飯的部分這邊贏很多 這邊稍微偏鹹了一點 然後已經味道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起碼還有那個 流動的感覺在這邊 3比0還有顯勝 恭喜我們獲勝 謝謝 謝謝 OK 這是我們的獎 好 太好了 謝謝 好了 即將登場的好戲介紹一下 來 時光的首相 我的阿爸也的歌劇院 對 即將在9月6號 9月7號 9月8號呢 在台北的國家戲劇院 10月5號 6號在台中的中山堂 12月的7號 8號 在高雄衛舞營的歌劇院 那現在可以上我們的 OpenTex的 獸票品 購買 祝這個戲的票房大紅 好不好 謝謝 謝謝收藏祝福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大家記得主持收看 新安大主持 祝全台灣喜歡吃飯 和看好戲的朋友 天天都幸福 拜拜 拜拜 拜 來,憲哥 謝謝 謝謝老師,謝謝 秦南大主廚 終極目標制霸全國7點、8點、9點檔 這一桶江山願望 能否實現得看今晚第一張 我們現在兵分兩路 藤山江 然後宣下流 誰下流 什麼宣 宣下雨昕跟劉曉 一定要這樣子練 一定要這樣練 等一下,醫師,你覺得這肉不用切 不是,我是說這一塊肉 好 好 他先 你又 你又講什麼 又生氣了 徐 徐 你們怎麼有辦法想要 好火 而且越嚼越苦 江洪恩,劉曉映 夏雨昕,難得化劍 踢碗心形,忐忑 否則 怎麼搞得最後只想全身而退 是唯一的願望 我覺得我們要成功了 對,這道菜是要更改成 用炒的對不對 把這些菜股放 對 打包的 你會玩嗎 你會玩嗎 你會打包回家嗎 我會玩嗎 不是,你嗎 這道菜可以玩成這樣嗎 對,就好了 對不玩 我要用油沖書 你幹嘛 還有他的Penco 我開始了嗎 這個節目很有趣是 你如果看這人緊不緊張 看哪邊 他站的時候腳要開不開 好像怪怪 對 要留一點 等一下 繼續 你這樣我一時不夠 本節目 油冠式一冷氣冠名讚 總播出